来自法国的Hermes是全球顶尖的高级时装厂牌,旗下产品从精品配件到香水等种类相当多样化,近年更因跨足美妆品而引起话题。 在众多精美的皮件中,此次推荐的宴会包并无太过华丽浮夸的设计,能够妥善陪衬晚宴服装,用以出席办公场合或搭配轻便时装也很合适。 再者,此系列也有基本的黑、白色款可挑选,且整体偏成熟,与中性气质的设计使之也受到不少男性朋友的欢迎。 唯独其价位属奢侈品等级,若无法提高预算只能望阳兴叹了。 这一款晚宴包采用瓷扣先盖方式而方便拿取物品,且因材质硬挺,故不容易让内容物集中在一起。 再者,中型的尺寸也使得适用场合更加广泛,平常习惯用长颊,或想携带补妆用化妆品等小物的话可千万不要错过。 另一大的特色则在于外表采用的天鹅绒面料,触感相当舒适亲肤,也无需担心勾坏衣物。 可惜的是荣豪商品多半给人秋冬配件的印象,建议另外添购一款适合春夏或不挑季节的款式以免一笑大方。 Juice to Art素以粉嫩风格的产品,深获许多年轻族群的爱戴。 而本款宴会包有如口金钱包的设计,除了可有效防植物品调出之外,更流露着一股复古的氛围,再加上巧妙的搭配蝴蝶结,容不与蕾丝材质,看上去相当甜美可人。 并且,如此精巧出众的外形,却有着相当平实的价位,令小资一族,也能享受化身公主的感觉。 只是若想追求容易搭配各式服装的款式,可能需要多思考再出手了。 若担心在重要场合与人撞包,不妨参考看看此一风格突出的包款。 其乍看之下好像不容易驾驭,但实际上却能为黑色或白色等基本色系的服装带来画龙点睛之效。 再者,金属与皮革交织的背带,也相当具有设计感,且特别的,还有使用珍珠鱼皮材质,颗粒的触感,十分与众不同,并将七彩羽毛的图案展现得更加栩栩如生。 说是一件充满热情活力的艺术品也不畏过,顺带一提其背后还有设置手机加层,方便性也值得称赞呢。 知名品牌LUIVA TAN推出的商品一项是不少人梦寐以求的款式,其精致,大胆又不吞流行的设计,总是引领着时尚潮流。 而本款宴会包采用纯手工刺绣夹棉布打造而成,古铜色的光泽,及包包的内部皆暗藏着品牌的经典商标,完满展现出低调奢华的格调。 而软质的布料还可防止使用后出现折痕,长期使用之下也能保持美丽的外观。 更值得一提的还有,此款复刻印着品牌名字样的小镜子,使用者不需另外准备化妆镜,就能实时注意自己的妆容,这时十分贴心。 Michael Kors是不少上班族爱用的中价位包包品牌,旗下这款晚宴包艺术人气相当高的经典款式。 首先它采防刮皮革制成,并以小巧的金色字皮logo点缀,外形摆搭而不张扬。 而可调整式的侧背背带,则是同质量与金属链的结合,在甜美中又多了点个性,另外榜上丝巾装饰也十分得体。 而更棒的是内副可拆式收纳手拿包,多层卡夹的设计,能方便分门别类各式卡片,且还可区分化妆品与手机等小物,当作长夹单独使用也不会有违和感,值得推荐给追求内外兼具的读者们。 此款晚宴包在硬壳外搭配着触感极佳的丝绸布料,并设计成双重交叉的造型,再结合金色的流苏装饰,视觉上有着十足的律动感,相信能让各位成为宴会上的焦点。 另外,与常见的方形信封包相比,本品的椭圆形外观则更为温柔婉约,并拥有丰富颜色的样式可供挑选,特别是一般少见的土耳其蓝、宝蓝等也十分热门。 如此高贵不贵的高CP值产品,能够入选此次的排行榜可谓实至名归。 金属质感的logo和代表性的V字缝线是YSL的最大特色,其中黑色系因为好搭又耐看,是品牌创业以来热销不坠的经典样式。 无论是出席正式宴会或狂欢派对,都能用它展现出气质出众的名愿氛围。 在做工方面也相当细腻,外观是以全小牛皮制成,拥有出类拔萃的耐用度和质感。 再搭配系列不可或缺于紫酱压纹,在触感上又更上一层楼。 内里则使用柔软的有机棉,不但能为双手带来舒适感受,适度的摩擦力也起到了保护内容物的效果。 如果想要寻找比较成熟一点的设计,这款祖母绿手拿长夹也许是不错的选择。 Serpanty是意大利文中蛇的意思,除了有代表长寿的正面意义外,一直以来也是妖娆魅惑的象征。 商品的舌头扣环则点缀的恰到好处,将女性的优雅和性感取得了巧妙的平衡。 此外,浓鲜合度的大小让它也能当作一般长假使用,丰富的内层,不但可以放入手机、卡片、现金甚至零钱都能整理得井然有序。 值得一提的是,随附的金色包装盒让商品看上去更加精巧别致,作为送礼表达心意也相当适合。 作为穿搭配件的一环,如果有一个亮眼的重点装饰,将会对整体造型产生画龙点睛的效果。 好比这款箱有G字水钻的两用包,不仅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耀眼动人,表面的黑丝绒材质也带来了典雅的氛围,尤其适合搭配晚礼服获和身长洋装。 拼接牛皮让其拥有方正的结构,使物品较不会在移动中变得杂乱,加上5.5厘米的出色厚度,即便在里头多放一个中长甲也不会显得拥挤。 更吸引人的是,它的背带是以黑色与金色编织而成,除了展现品牌的用心度之外,拿在手上时也增加了一份浪漫的风韵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